历史需要大手笔的书写 汉武帝修筑的长城就是这样的 都说长城是道老强 而我更愿意就出套用一句歌词 长城内外是故乡 墨北之战是元寿四年汉朝 在墨北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当年春天汉武帝遣大将军魏清 票计将军获取并各率五万骑兵 及数万步兵分两路深入墨北 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 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这次战役是汉武帝向匈奴战略进攻的顶点 也是匈奴一致邪蝉与西汉必起攻于一役的战略大决战 汉朝在此前 相继消灭了匈奴的右贤王、魂邪王、修徒王等势力之后 基本解除了对西汉首都长安和来自西方的威胁 但匈奴丹于本部依然拥有相当的实力 是危害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妨碍西汉王朝 统一沃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 元寿六年末南会战后 匈奴一致邪禅于撤兵末北的目的之一 是企图右霸汉兵矫急而取之 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 占领了河西走廊 使匈奴的右兵之际落空 恼羞成怒的一致邪禅于 于元寿三年春席略右北平 定乡两郡 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 又使汉军北进 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丹于本部仍具相当实力 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 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 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 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 汉武帝决议加强北线进攻 一举消灭产于本部势力 元寿四年 武帝下诏实行避制改革 又令初算民钱 实行掩铁砖卖 以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力和财力 同时 与诸匠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 他认为 赵信为禅于化计 常以为汉兵不能肚目清流 金大发足 其势必得所欲 绝技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 深入漠北 寻间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 汉武帝调集十四万骑兵 随军战马十四万匹 步兵集转运夫十万人 由魏清和霍去病统帅 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 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禅于文迅 转移自重 部署精兵于大漠北园 迎击汉军 汉武帝远逆 以霍去病部 由定乡北进 文禅于东去 乃改令其初代 命为清不出定乡 魏清率前将军李广 校尉公孙敖 右将军赵时齐 后将军曹湘等出赛后 得知禅于并未东去 遂自领 精兵即进 令李广 赵时齐从东路迂回侧营 魏清行千余里 穿过大漠 与早已不振的 禅于本部接战 魏清先以武钢车环绕为营 稳住阵脚 随即前五千 骑出战 至日暮 大风骤起 沙时扑面 魏清城市指挥骑兵 从两翼包围禅于 禅于建汉朝军队很多 兵强马壮 自撂难以取胜 率精旗数百 突围向西北逃走 雄奴军溃散 魏清集派清旗追击 自率主力跟进 直至阎山 赵信成 歼敌一万九千人 稍其激素还施 李广 赵时齐因迷失道路 未能与魏清会施墨北 获去并率校尉李赶等出赛后 同右北平郡 太守路博德布会施 在深入墨北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 获去并携带少量的自重粮草 跨过大漠 过河活捉 缠于大臣张渠 朱沙北车齐王 又转攻左大江霜 缴获敌人的军旗战鼓 又越过南后山 渡过公卢水 抓获豚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 档户 都尉等83人 此次远征 获去并所率部队 以一万的损失数量 前后一共斩获葫鲁70443人 至此 匈奴左 又嫌亡两支臂膀 被彻底斩断 只剩下匈奴丹于玄姑末北 获去并 风狼居须山 缠于孤眼 登陵汉海而还 经此一战 匈奴远顿 莫难无王庭 在评价这些战役的意义时 今天的历史学者们 无一例外地引用了 史记三家著 史记三家著 及南朝宋培音史记集节 唐司马真 史记索隐 唐章首杰 史记正义的合称 一些话 墨北大战是汉武帝 一招对凶战争规模最大的一仗 双方都竭尽了权力 这一仗 匈奴两路被歼九万余人 元气大伤 事后匈奴远顿 而莫难无王庭 其实力日渐衰落 如何衰落 即此后 双方暂时休战 经过这次大决战 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 换以基本得到解决 到位吗 显然是到位了 却没有把一些问题说透 而通过汉武帝修筑的长城 更能把它说得透彻些 汉武帝修筑的长城 被称为外长城 是汉武帝时代 公元前140 一公元前89年 修筑的 从地理位置上讲 他东起辽宁压禄江 西至新疆天山 全长近两万华里 是最长的长城 由东 西两段连接而成 东段称光路赛或赛外列城 西段称居延赛 汉书武帝本记载 太初三年 浅光路熏徐自为 驻武元赛外列城 西北至卢渠 游击将军 寒说将兵屯之 武元赛就是武元郡北境的长城 武元郡至今包头是西 齐北的塞园 及魏清所善秦代古长城 塞外列城的起点 在今乌兰查 部蒙武川县西部 与武元郡境的长城衔接 自此向西北 伸出两道并列的墙园 经顾阳县北部 达尔汗茂名安关和其西南 又过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其北部 向西北伸出国界线 延伸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 南面一道墙原 转向西去 复转南进入 我国阿拉扇蒙 与居延色连结 而北面在蒙古境内 一直伸向阿尔泰山中 同年 汉武帝又潜强努都为 陆伯德都 修居延泽一带的长城 及居延赛 居延泽 在张叶骏 居延陷境 也就是金内蒙古阿拉扇蒙俄基纳旗内 其具体位置 在俄基纳旗驻地以东 并非金阿顺诺尔和苏古诺尔的 合称居延海所在地 陆伯所修的居延赛 汉代人又称遮掳杖 南起于金九泉 以北金塔县 与河西长城相接 沿金塔附近 小河西岸 走向东北 至顶新 又沿若水向北 绕过古居沿泽之北 转向东北 穿过金钟蒙边界 同西来的塞外 列成南线相接 居延塞和光路 塞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统称成外城 然而 外城并不是汉武帝 修筑的长城的全部 从包头 向东 汉王朝在秦人的基础上 修筑了先前的赵长城和燕长城 这就有了他东起 辽宁鸦禄江的地理概念 至于西至新疆天山 则是居延塞本身的抵达 是阳关 与玉门关之外的长城 汉武帝 让长城延伸至关外 把长城修到了萝卜坡 塞外列城的 齐点金乌兰茶 部蒙武川县西部 和居延塞 齐点俄锦纳起 从地理学上来说 是很有说法的 武川县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阴山北路 首府 呼和浩特市北 陷阱东西长约110公里 南北最宽约60公里 陷阱东南部和南部 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和土莫特左旗相连 西南和西部 与包头市土莫特右旗 故阳县皮林 北部与包头市 达尔汉茂名安联河旗 乌兰茶部市四子王旗接壤 东与乌兰茶部市卓子县交界 这个区域向南实际上 是阴山山脉乌拉山 塞尔藤山 大青山交汇的一个地方 乌拉山 在清代称谋纳山 乌拉蒙宇一围山 位于内蒙古 巴雁闹尔明安川之南 黄河之北 东起 包头士昆都伦河 西指巴雁闹尔市乌拉特 前期西山嘴 全长70多公里 在包头市境内长34公里 塞尔藤山属阴山山脉西段 狼山以东 位于巴雁闹尔蒙乌拉特 前期东北部 和乌拉特中期东南部 大青山 属阴山山脉 东起 呼和浩特大黑河上游谷地 西至包头昆都伦河 东西 长约240公里 南北宽约20至60公里 海拔1800至2000米 主封大青山海拔2338米 在这样一个山的交汇地带 注定会有无数的通道和缺口 使过去不管是自北方 还是自东北而来的民族 都会选择由此进入河套地区 而河套地区的黄河流经包头 经准格尔旗开始一路向南 所以防御了也变成了重中之重 而且自北或者东北而来的民族 可以在金达尔罕茂安明联合旗 这个地方得到休憩 积累进入河套地区的力量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是包头市下辖旗 简称达旗 是内蒙古自治区19个边境旗 和23个木叶旗之一 据呼和浩特 包头市分别为150公里和160公里 北与蒙古国东戈壁省接壤 是包头唯一的边境旗县 战国秦汉时为匈奴游牧聚居地 南北朝属淮硕镇 先卑族居住 随初突厥族居住 大业时改为榆林之郡 唐朝为镇武军禅于大都护府之地 辽金利西京陆东盛州 丰州之郡 元朝属汪谷部赵王副管辖 驻有赵王城 明朝设位 据说达尔罕一伟 神圣不可侵犯 茂明安一伟 千户部落 蒙古元流眷六载 凡有出力一切人等 据赏给戴达尔罕名号 张二田补著 达尔罕 有勋劳免差役之位 戴达尔罕 大达尔罕也 茂明安其一称 茂明安扎萨克其 以蒙古族茂明安部而得名 可见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其 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汉武帝把塞外列城的 起点金乌兰查 布蒙武川县西部实际上 是让长城沿西北方向进行的同时 也让长城 把阴山山脉最西端 也最险峻的廊山 给暴离了起来 廊山是这样一个地理概念 长约370公里 平均海拔 1500至2200米 主峰呼河巴士格 位于乌拉特 后期西南 海拔2364米 南侧已断崖 临核桃平原 北侧坡度较缓 逐渐过渡到巴雁闹尔高原 西端没入本巴台沙漠 亚马雷克沙漠等沙漠中 在过去 匈奴人会穿越 廊山间的峡谷通道 来到核桃平原 但汉武帝把长城这么一修 他们想要进入 核桃平原的难度 显然是被加大了 而作为阴山山脉 最西端的廊山 在长城的呵护下 俨然成了 成了汉帝国的靠山 战国时的秦国和赵国 只把长城修到了阴山山脊 而不是阴山以北的乌拉特草原 如果双方交战 汉军即使丢了长城 也可以退守至阴山之上 做进一步的防守 这就是说 通过修筑塞外列城 汉武帝加大了 向北的战略纵深 把过去以阴山为主的防守 又向北推进了一大步 匈奴的人马不可能向秦 甚至战国之时 轻而易举地突破阴山的防线了 在汉武帝时期 阴山已经由战争的 最前沿退居至二线了 让阴山退居二线 在今天看来 至少有这样一个好处 那就是让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在河套以北的乌拉特草原 就产生融合与碰撞 进而使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融合的更加完美和彻底 乌拉特草原北与蒙古国接壤 南靠殷山 西连阿拉扇蒙 东林包头市 主要分布于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和邓口县境内 草原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草原达509万公顷 为内蒙古自治区九大集中分布的天然草场之一 孕育了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草原民族 留下了悠久灿烂的游牧文化 漠北之战汉朝最得胜利 以及汉武帝修筑的外长城 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作用 保护中原农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之外 也保障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 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更进一步地说 就是它在保障草原丝绸之路 与路上丝绸之路的更好衔接融合的同时 也对漠南、漠北两地沿线经济、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和保障的作用 进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北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那就是在过去北方少数民族 即使不通过乌拉特草原入侵核套地区 也可以通过乌拉特草原向西北方向到达俄基纳一线 进而切断和西走廊 使丝绸之路受阻 有了塞外列城和居延塞丝绸之路被切断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而漠北之战有胜利 使曾经不可一世匈奴人孤立于两地 先秦时匈奴人的领地南至末南黄河 北至末北 贝加尔湖接水草肥美的牧场 汉武帝将长城修至两者中间是荒凉的沙漠戈壁 匈奴人只能以末北龙城 伊沃尔加城作为最后的基地了 伊沃尔加城是东西伯利亚匈奴城旨年代 约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位于苏联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 地当色棱格河之流的伊沃尔加河下游右岸 1927至1929、1949至1950年 先后由苏联考古学家索斯诺夫斯基和奥克拉德尼科夫主持进行局部发掘 匈奴龙城至匈奴帝国汉海北部边防城市 伊沃尔加城约450至500公里 虽然这两地靠近贝加二湖拥有丰富的水草、渔猎资源 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基础 但因气候比较寒冷 匈奴人已经很难再次卷土重来 形成对中原农耕文明的破坏和对思路畅通的阻碍了 更为重要的是 汉武帝将长城修至殷山以北 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兼容并包 在丝绸之路上以整体的形象行至更远 在今天乌拉特草原上 有两条近四湖形的长城向西北方向延伸 相对垂直间距为10至80公里 南边的一条 长城从乌中旗新呼热苏木 东北20公里处进入巴雁闹尔 总体沿西北方向 经乌兰苏木的乌兰呼热 过川井苏木经沃伯尔呼热和阿尔呼热入乌拉特后 其巴雁前达门苏木境内 经宝因图乌利吉苏木西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巴雁闹尔境内长约300公里 北边的一条 长城从乌中旗巴雁苏木的巴雁元伦东37公里 处入巴雁境内 沿西北方向经敦达乌苏 转西经巴雁航盖苏木 过一狠查干入乌后旗 经巴雁前达门苏木巴雁查干 向西南入宝因图苏木 再向西南人乌利吉苏木 复转向西北 经乌利吉苏木的沙尔扎塔 呼伦陶历盖西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在巴雁闹尔境内长约280公里 我曾经在这一代实地考察过 虽说两道长城一般都是就地取材 则用沙子和石子 或凿石垒墙或取土夯柱 在沙漠砸以芦草和柳枝层层叠压而成 但2000多年过去依然清晰可变 甚至墙体旁边的壕沟 可以跑小型的汽车 许多地段被惊人当作道路使用 但依然使古代自然的行作屏障 由封碎 古堡 亭障等组成防御公式 这就是公元前102年 汉武帝派光陆勋 徐自卫和陆博德所建的塞外列城 遥想2000多年前 长期的汉兄战争 以及修筑长城的巨大工程 令汉 匈奴两族的人力 物力消耗至极限 至公元前33年 匈奴呼 韩邪丹羽主动来汉朝请求和亲 汉原帝把王昭军嫁给他 奠定了汉兄两族和平交往的基础 自此以后 汉朝的外长城 由呼韩邪丹羽首位 在西汉晚期的60年间 汉兄间有了频繁的经济 文化交流 边境呈现和平繁荣景象 位于秦汉长城沿县的金内 蒙古包头市 一座汉木出土的客友 蝉于和亲 文字的瓦当 成为这段历史最有力的证明 而在茫茫的干汉草原上 这两条长城遗迹近代 曾位自大青山后 通往新疆商路上的坐标 有趣的是 当地人称 北边的一条为汉外长城 南边的一条为汉内长城 而这已经足够 让今天的人们在民族融合的血液里 长歌一曲长城内外 是故乡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